10月2日星期三晚上的岳鱼谈 大家要记住2020年12月1日 在香港的新闻界历史上很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 这个日子发生了一件事件 我想香港的新闻界历史上 以后的新闻从业园 都会对这些昨天发生过有线新闻部集体砍炮辞职的事件里面 敢于强权说不 不向这些有恶势力屈服 你搞够我们 剥夺我们的新闻自由 我们砍炮不够干 可以在这些新闻从业园里面 看得到他们的魄力 他们的勇气 他们对自己的专重和坚持 敢于去一些极权说不 是值得大家的歌颂和鼓掌 很多资深的新闻媒体人 甚至把昨天这个有线新闻部集体砍炮事件 比美以前的阿士六君子事件 当年阿士收购了一些在外国拍摄的 关于中国六四的这个纪录片 而这些的新闻部里面 竟然有命令 要審查这些外购回来的 documentary 引发六名资深的新闻的从业园 就觉得 你歌范我们的新闻自由 集体砍炮辞职 不够干的 昨天看回这个事件 也都令到很多香港人都觉得 香港人 原来都有一帮人 不会为五斗米截腰 不会君子不食车来滋食 不会你挤些狗粮给我 挤些猪哨给我 我就要跪低和这些 和颜月色哄你开心 做你给下来的差事 因为他们也有尊严 有一份专业的态度 昨天发生这些东西 当然大家知道 较早前 在有线新闻部出现了大地震 和换血 有三名资深的大陆 就被换走 空降了四名 在行内里面 半熊匹黑 毫无威望 毫无建树 也都见不过去做过什么 在行内里面 打滚了一段时间 但是 就不像是 有什么特别的公职 做出来 impress 同行的人 空降了下来 就有线做主管 这四个人 就是什么 当中有一个叫做李遵 阿市里面做过主播 有一个叫做许方辉 也有一个叫做陈兴昌 还有现在刚刚 昨天我见到 新闻片里面 应该其中这位主管 借燕罗 被人帮大肚子 大肚子 大肚子 大肚能登 昨天和员工的理论 他们以这个公司 亦是虚钱为理由 亦要重组架构 亦是资源问题 背入公司的发展 进行这个大开刀 自从他们入主之后 大家都知道 有线新闻 预论了 便会减人 一直以来都收到一些风声 就是说要削减人手 要裁员之类的东西 但是想不到 昨天就发生了 但是发生了 你要斩人 开刀 其实是正确的 一些企业里面 一些公司 譬如 我真的认为不行了 我都会叫齐些同事 手足 主管 都会问他们 究竟哪个同事 如果真的搞不行了 不够钱出粮 扣谁好呢 搞猫俊 第一个人会劈头 就会说 你先削我 因为我人工高 但是我剪片不够奇快 拍摄不够 这个桥漂亮 如果你削了我 那我们可以把人工给了 两位兄弟 那我们两个比较好些 那我又可以外面 另一壶高就 记得好啊老板 我又舍着你的荷包 就是会这样 那些主管就会告诉你 公司里面 他们的部门 哪些是好 哪些是不想够 哪些是吃湿米 哪些是拼你困饭 哪些是拼命 哪些是potential 如果你这样 他交一份名单出来 你就削哪个 对公司有一个最好的效果 但是昨天听回来 看了新闻里面 知道的这个做法 就并不想是这样 很多这些有线的新闻部的员工 突然收拾到这个电话 就是服务他们的HR 打电话给他的 而这个电话 竟然敢死了 HR竟然是 没有来电显示 就是拿太空卡打给他们 就叫他回去这个会议室 就准备收大信封 而END UP FIND OUT 就是有40名的员工 被削 无独有偶 全任部都是有线里面 最能competitive 有线新闻部 最能competitive 最能有名望 最能拿掌波 最能在新闻部里面 最top of the top Top Gun的部门 新闻刺针 那 这个的新闻刺针 就是专门 是看上去一些 不等的故事 那里面的记者 大家都知道 可能一个星期 或者两个星期 至少要交出一个故事 那这些故事 当然大家不知道 有些事件发生过 譬如刚刚我看见 新闻刺针 做了一个故事 就是说 现在有什么东西 纳米途层 什么东西消毒的途层 全部都找笨拆 没有用的 在做一个最终出来 完完的效果 未似理想 大力推许 甚至无意义患 陈凡又做出来大力加许 究竟能不能帮抗疫呢 很有批判性 很有探索性 有搜索 又有药房 又有故事 又有一个采访 又要剪辑 做出一个很好看的故事出来 令到同行里面 觉得这样都被找到新闻 很厉害 如果你找一档生意 当然你自己作为一个主管 或者老板 你当然要衡量 有一个很简单的 叫做SWAT Analysis 你要了解清楚 自己里面的Strength 是什么强 是什么弱 是什么弱 有什么要执 有什么要保飞 有什么会致命的 更快要改 有什么不可以没了 要加强你的竞争力 你一定会很厉害 知道 你最强强的地方是什么 好 整个有线电视台 老实说 现在做这些节目 佛线捉沉 是吧 完全没有本地制作水准可言 也没有节目推出 以前引以为傲 电影台 踢球 那些 其实基本上 现在完全没有碰当 其他的频道 都可能抢了他这些 compativeness 唯独他们的新闻报 真的做得特别好 最令我印象 我亦都在这里立身 我亦都是一个有线新闻 或者是有线的台 一个订阅者 每个月都给他们两三个水 订阅他们的台费 那么 我最令我印象 当然是他们的 这个有线中国组 是吧 即是滴勾了很多 这些不同的故事出来 据问 有线这个中国组 是大陆里面 全家产中共的梯冠 指定要看的 这个香港新闻来的 了解一下一些的新闻 可能分分钟 他们的本地媒体 党媒 地方媒体 都没有find out 找到出来 有线新闻 这个中国组 滴勾了很多 不能跟这些新闻出来 前一段时间 他就搞一个小马云 说一个故事出来 是不是 再早一点 甚至是有访问 这个李旺洋 后来令到李旺洋 招致杀身之禍 以前的民村地震 我还记得 李炳权 跑了很多大陆 翻译了很多新闻出来 很令我们 对祖国大地 就是吊李旺洋 原来是吊李旺洋 狗姿妈鹿 不值一晒 里面这么多 仆街是不家产的 将中国里面的阴暗面 将中国里面的吊李旺洋 你吊李旺洋 令13亿人震惊 这个故事 真的找到出来 做得非常好 还有good job 所以有线这么不家产 我一直都吊李旺洋 除了咳嗽有线 就吊李旺洋 难过要黑 吊李旺洋 香港小姐上床 这么难这件事之外 吊李旺洋 基本上 更难受的 我都是因为有她有线的 Cable News 我继续继续 要看她的一个节目 好了 现在扑你这个街 将这个新闻刺针 连根拔起 全包散产底 究竟她是葫芦里 卖什么东西的药 当然昨天 就很多新派的员工 新进的员工 年轻的员工 就立刻支撑到 有这样的情况之后 就立刻集体维交 这班所谓的主管 所谓的高层 就维交住 大兴问罪之师 也不要说大兴问罪之师 应该问回她的所以言出来 为什么你们炒了公司里面 最忍着勁抽的 王牌部队出来呢 还按钩呢 当然了 李遵和举芳辉 杀人许 吃甜糖 口阻痴 这样 战战兢兢 回答回答回 都是重复又重复 人欲陌阴机 就是说这个 亏钱 公司亏钱 搞不成功 资源错配 从从做公司的架构 应付资源问题 这样讲 其实都是 大股东觉得公司的方向 要點這點 問來問去 為什麼他炒人的準則是怎樣的呢 沒有理由的 你又不想問那些主管交人 一個不覺意就全部成組炒底 為什麼這樣的邏輯呢 還將一些匪夷所思的炒人的方法 做出來 譬如 剪片最快的那個就是炒那個 做Graphics最厲害的那個就是 最多花神的那個就是接大信封 最能知心的記者就立即叫他閒人執包袱 有線新聞的這個中國組的第二把手 也都叫他閒人 攝影師拍得最好的那個技巧 也都叫他收工 這些是最好的這些人才來的 你不想保住他炒溝他的準則是怎樣的 喂 許芳輝你回答一下我們好 當然是回答不能出 越來越多的同事維交著他 到最後甚至出了這個陳興昌 陳興昌還說這些同事 做什麼東西可以爛仔講掃的方式 這樣來問你 問高層 為什麼要這樣講 不合體統 到最後問來問去都問不到 把大妻子推出來 就是擋你的擋箭牌 那你可以見得到 這四個的所謂的高層 是吧 四個的所謂的主管 狗之媽祿 是吧 你明知道 要炒人 不是這樣這樣 硬來一刀切 那你不如拿火出來 燒了新聞報算掃 大家不用上班 沒有想商量 沒有想斟酌 炒人的原因 沒有人服你 說服不能賭人 尷尬到最後 大石砸死蟹 打不肯出過所意言出來 所以 好想多的其他的員工 總之有三十人 其他的資深的主管 部門主管 和整個有線中國組 全部集體劈砲 一頂就是 屌尬到最後 可以告訴大家 大家準備做一個世界上 最難的動作 麻煩大家 打算屌尬到最後 走到有線 就是減台了 我老惡都要準備做這件事 屌尬到最後 回來香港可能要捱 十多天 屌尬到最後 最難的這十四天 就是蹲在酒店裏面 一出來就立即 就屌尬到最後 進行這個 咳尬有線 這個第二 屌尬到最後 第二件已經是困難的事件 我的前途真是坎坷 你想起我都屌尬到最後 屌尬到最後 會不會是 那好了 大家都屌尬到最後 知了 有線前一陣子 其實都換了老闆 有新的這些股東 入了他 其實大家都知了 有幾件事 這些細微細眼的事 都知了到有線 新聞都是想著出出的事 第一件事 就是在早幾天 你都知到 林鄭月娥 接受有線新聞部的訪問 林鄭這個全家屌尬 更加說明 是她上任三年半以來 首次接受有線的訪問 以林鄭這個臭蟹 這麼忌仇 這麼懶惹 這麼懶惹你老母 全家屌 懶惹你雞毛蒜皮 她生氣一天的 懶惹你老美 這些傢伙 你得罪過她 她欠你一輩子 喂 那你整天說政府的 不懶惹好的地方 懶惹你老美 突然之間轉死性 懶惹你老美 呼目逢春 為何要接受有線的 這個懶惹你老美 的採訪 訪問呢 不想到她有東西去益你 明知到她懶惹你 上你節目接受訪問 便益夠了你的 為何她做這件事呢 懶惹你老美 給你有線新聞部 去訪問你呢 當然是有些端倪 當然聞不到一股味 懶惹你老美 她真是知道 其實你們就來做我自己人 懶惹你老美 你們可能不想明的時候 那一刀在喉嚨 已經是割死了你 放血 懶惹你老美 我這個勝利者的姿勢 接受一個親反共 親建制的媒體的採訪 我贏了 你玩得到我林鄭月娥嗎 看得到整個世上就是這樣 另外第二件事 現在有線裏面擲莊 佔最大的股東 永星財團 擲著43.21%的股權 那這班人呢 就是一班全部的地產大坑 包括 剛剛中了武漢肺炎的邱達昌 也有有存知 還有這個鄭家純 大家不要搞錯 這個鄭家純不一定是雞扒妹 我也很想是雞扒妹 但是不一定是脫毛的 是新世界集團的鄭家純 那你也知道 這群人都是建制中的建制 那也不用指望 他們那群人都放過新聞報 給你們那群人都獨立自主 給你們那群人都可以批判社會 批判中共 那何況更加加上 現在這個中國移動香港 是一個有線 cable TV 的策略性的夥伴 除了這個 cable TV 授權給他們 可以用到 因為中國移動香港 可以用到他們製作的節目 甚至無 cable 也都會幫中國移動香港 鋪設一些網絡的基礎設施 那樣 鄭家純有很多紅色的資金 崩了進來 而邱達昌他們 也都是不介意承認 有線也是因為有了中國移動香港 近來就紫紫抵血了 不需要跌跌這麼多 已經是起死回生 是回春的第一步 那當然有錢倒進來 自然就要做一些事情 配合國家的發展 當然要縮清 要針對香港的媒體 正本清源 這些媒體有些閒雜聲音 吊咬中共 港共政府 當然要做些事情 大家都可以想得到 今次究竟是否想 什麼資源要重新聚集 是不是因為虧錢要炒人 是不是真的要配合公司的發展 重組架構 大家都心裡有數 絕對是計算這個 林鄭月娥 搞完這些 立法局裡面的 換血 換議員 趕走反對聲音 現在要搞我們的教育 撿了通識科 趕走一些反動老師 現在又要公務員 要宣誓 絕對效忠基本法 絕對效忠這個特區政府 搞媒體當然是緊的 這是正本清源 他們一定要做的事情 跟著就要去區議員 跟著就要搞醫護界 現在又要爆中國武漢肺炎 遲些先 援急輕重 這麼多人殺 這麼多人要殺 這麼多人要殺 在這件事件裡面 有線的員工 新聞的員工 很值得大家的歌頌 和敬禮 和拍手掌 SALUT 因為他們真的 與其給你 今天閹一個 明天殺三個 搞搞鎮 沒有什麼光顧 不如一次過 痛快一點 我們全部走 但是他們的將來 前途都是坎坷 因為你會看回 究竟還有多少個電子媒體 可以接收這麼優秀的人才 老實說 個個都歸邊 個個都屌你老爸 縮起一塊 個個都不敢屌政府 個個都不敢揭政府的倉巴 這些 用於發掘屌你老爸 事實的真相 為他們的效忠 新聞的自由 新聞的創 專業的這件事 dedicate他們的人生的光陰 去燃燒生命的專才 他們還有哪些媒體 可以容納得到他們呢 其實在這裏 一想起 老婆的心裡 都有一些戚戚言 有一些 真是大想法 你會想得到 香港現在 欺負過蠟獄 電子媒體 收皮 這些事情 能人就是受苦 能人就是受折磨 好像那些 那些四件 彈散 沒有人用的 這些主管 在行業裡面 混的都混不著 慘的 葉劉幫他吹消 吹結都不吹 不能起他 是不是 個個都做不起 廢人 垃圾 沒有人用的 就是充斥著 香港的不同 界別裡面的高層 所有頂檔的人 就是全部開兜 沒有飯開 做不得到 應該可以 發揮這些崗位 做不得到這些好事出來 吹你老美 那怎樣去搞 香港真是大 瘋得不得了 好了 網友可能會問 喂 現在這個有線電視 剩下的新聞部 唯一一個最能 直租最能賺錢的 吹你老美 的部門 都吹你老美 學習這個 習近平 自己掀爆自己的春袋 沒有人運行 為什麼他這樣 那 很多人心 大家 如果你有這樣想 你真是傻子 這些大媽傻 懂得做股票 做媒體 懂得做新聞 什麼 萬字都不肯懂得多 這些人 喝紅酒去遊艇 搞什麼 搞什麼 玩女人 搞媒體 搞什麼 你只是找他們來玩 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他們可以為國家貢獻 這個是國家的任務 收購了這些香港的反動媒體 收購了香港的講真話的媒體 就是幫國家除去眼中釘 自己跌錢 得到國家的信任 為國家捐軀 為國家做出貢獻 如果有什麼大項目 有什麼地產項目 有什麼好東西 想聰明我們 想想小弟好 給這條山路小弟走 好 有錢大家尋射 中國這麼大 你要一些很乖 很聽話的契仔 我來 所以 你給你擦煙飯炮 有什麼好處 記得找我 這樣 你就明白到 道理就是這樣 所以 為什麼陸陸續續 香港的這些媒體 就被一幫不懂得做媒體的人 收購了 越做越黑 越做越多 整個CCTVB 大家有版本來看的 黑人的蠟肉 能得利像皮糖 滋賊 我們小市民 可以做什麼呢 唯獨一件事 不要怕艱辛 不要怕痛苦 不要怕困難 一定要咳咎了友善 只要我們齊心 我們就是 不要再光顧這些紅色媒體 一元都不要保比丘 他們賺 那就 令到他們 有一個營運的成本 喂 他都要擺糖氣 在那裏 做得很好看 香港有百花齊放 有很多媒體在那裏 都要燃燒錢 都要燒基金 都要燒開支 如果他虧得 收支不平衡 虧得 春袋都痛的時候 他便會死 唯獨是一件事 我們就要戴眼識人 我們就要把我們手上 我們的費用力 不要浪費在這些垃圾 染紅了的媒體裏面 因為我們沒有理由 這麼笨蛋 你媽媽 有線是一個Pay TV 你給他錢 然後跟著他 洗腦你腦 這麼浪糕 不如你給錢給我 你聽我的分析 支持我們這個眾籌計劃 2021年 很靠大家的資金 去支持我們 繼續營運下去 我們可以繼續 在香港的媒體界裏面 在網台界裏面發聲 當然 我呼籲大家 支持我們的眾籌計劃 當然 有私心 希望大家支持 但是 大家亦都要想一想 在到現在這個世道裏面 剩下的還有幾多媒體 你可以去相信 剩下的除了網媒之外 還有什麼 的媒體的渠道 令你得到最真實的聲音 以及幫你們去發聲 大家想一想 到現在的情況之下 你不能再撐網媒 除了我們真的洗腊肉 能得來作味糖 我應該要講 瘓